我們可以看這個 可能會氣氛那麼沉滿床 好 那我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請請教一下 請教一下 那時候我加一加 然後 這張有什麼問題 那我發現呢 我其實在訓練到其他 就是他在我下課之後 他來就一個小時的時間 讓大家有問題 上個禮拜呢 看起來好像都可以人要找到 對 之所以當中他在下課 就出來 我覺得幾次的感覺是 每次下課的時候 都有同學 那我覺得尤其在上課的過程裡面 有看到一些不清楚的地方 能夠立即的解決 是最好的 因為當局效果是最快 所以我才會跟 他就是這個 我一下課 他就犧牲一下他吃午餐的時間 那 那我可以來問問 那也是希望 因為這個同學 大概出現一個課 那可以不要急著從 三十十二點都去買五菜 所以 所以去買 那中間就可以當中間 輪流五花問 比較能比起效果比較好 但是上個禮拜 好像沒什麼 人來問問 他都已經好過 好 因為當中事情 就是他都跟我這樣子的配合 好 那對我希望同學呢 你在上課裡頭有任何問題 好 但也沒有任何問題 但也沒有任何問題 更希望你能夠 讓自己做有發揮 好 因為我覺得 他從講的過程裡面 他也多點覺醒 用同學 可能用不同的人的講解方式 來解決 帶你懂 你的思考方式 讓你的 犧牲會動的辦法 就是為什麼我覺得 這才是他的一個 方法性的存在 好 那我想今天 現在是會 這個 所以 當然 如果有任何問題 除了今天上課 可能有問題之外 之前 如果 我 不想 其實我們 好快 再過兩個 在教育室 我們這次提早是考試 因為我想 我們有下學期 好 有下學期 好 那 先講一下 當然 通常我們 為什麼 因為 雖然我們現在 會計程度 熱誌分開 但是 事實上 你的 惡還是問題 很準確 很好 好像有一次的 所以 很多同學 如果 一年過 我剛才講過 你有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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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只怕 你有決心 你有決心 我相信 沒有做不到的事情 好 所以你有決心 要把它選好 那我說 你如果中快二過 中快一 我們開始修 好 那今天我會先講個免許 因為有個同學 還是已經四年級 那 因為他之前也沒交換 所以他選擇 他中快上沒過 那如果 現在已經四年級 他在一世上的時候 他也不在那個 國內 所以他沒有辦法修中快 上 所以他問我說怎麼辦 那你可能修修 有感到什麼免許 那修修呢 那修修呢 現在有兩個選擇 其他選擇 就是 你直接去其他選擇 其他選擇 選擇 選擇 那 新聞上我就會認同 我 就是 尤其他選擇 我就會認同 那 他做到你之前 幫忙畢業 那另外一個 我也想想做 一 我一點好 所以如果同學們 對 一 沒有很好 那你二 如果中海有心理 有決心 然後就把他選擇 那 那個 有可能 我現在還是想 來參加 也許是修修的開 中海 醫療隊 都要 把他選擇完整 然後繼續跟大家 一起想問一下 那其實很多事情 萬一 有些是 採訪系的恐懼 因為中海是 體修課 如果你 沒過 希望不要想說 我等到四年級 等我有空的時候 其實事情的電話 都很難 因為 黃穎剛好有個計畫 有個規劃要去幹嘛了 就像他這樣子 他中海沒有過 然後他 三年級沒修 四年級 他又要剛好復國 所以他就變得 卡到這個問題 所以很多事情 我希望大家不要去 規劃的那麼好 好 就像呢 常常也跟其他老師 在聊天的說 現在同學 這個是學本 都非常的計較 就很怕多修一個學本 當學校賺到 我說這個觀念很奇怪 你多修學分是你賺到 你是學校賺到 好 因為多修學分呢 現在大學部來講 其實你修幾個學分 他的學分費都一樣 所以你多修對你來講是好處 就是你賺的比較多 好 那以後你畢業之後呢 那個學分數呢 是一個就算 你如果在外面修課的話 一個學分數的 可以多修到一半 一個學分數三千塊 一分別人 所以英文課都有三個學分 所以呢 其實是很貴的 所以你在學校裡頭 你有時間 好 那你不是很清楚 你的方向的時候 我就說你就多修一些課 去找到什麼是你有興趣的 好 所以呢 就講說很多同學們會 因為某一科 他不是畢修課 是學修課 沒過 可是呢 沒過之後呢 影響他的畢業學分 所以他變成 學分數不夠 不是他的畢修課目 沒過的 所以 要修一點 是 是賺到的 好 那現在我之前有看到 教育部在演繹說 未來考慮學分費 是要按照你修幾個學分來收費 那有他的優點 對他的缺點 好 真的是有個 但是呢 對他的優點的缺點 看大家如何去取捨 好 那第七章有為什麼問題 好 第七章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好 那我們今天就開始講 第八章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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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因為現在我也說 其實現在上課 呢 其實有很多 在講其他老師 就沒有一個問題 那這個同學呢 其實在上課裡 呃 第一頭 用三次兩次 我們其實是看 很難 很難 很難去惡辭吧 那我覺得同學就 呃 所以就已經製定好了 好 好 那你將來看一下呢 這個 這個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呢 第八章 好 我要講兩個議題 好 一個議題是 比較新 因為朱潘沒有講過 但是他不複的 另外一個議題呢 朱潘有講過 好 但是呢 他複雜程度 好很多 因為他有很多的狀況 也不平衡 好 那一個呢 作為我們今天要先講的 就是資產結準的問題 好 一開始 那資產結準 其實在朱潘裡面 我們有談過資產結準 我們說 齊摩 我們回想一下 我們說第七章 我們要講固定資產 第七章 我們要講四個階段的快遞修理 第一個階段 就是 你擠的這個資產 入障的問題 科目怎麼決定 你的金額怎麼決定 第二個問題是 你持有這個資產 當中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那就是維修 那我們可以評估 你是發生的是大修 還是一般的維修 好 那你的快遞修都不紅啊 那第三個階段 就是期末要做的事情 那期末要做什麼事情呢 第一個就是 折舊會用的計算 就是全版本攤 另外一個就是 叫做減損測試 好 那我們今天要講的 就是期末要做的事情的第二個部分 就是減損的問題 那第四個呢 主分 主分其實在第四章 我們也講過了 這兩個主分 主分的方式放費 或者是出售 或者是交換 好 那你都記得一件事情就是 主分商 既然叫主分 它就可能會發生損益 那這個損益呢 怎麼去評估 就是以主分當時候的 帳面價值 跟你主分的對價來比較 來認你的主分損益 好 但是交換比較特別一點 你要先去評估 有沒有這個商業實體來決定 好 這是我們在第七章已經講過的 所以第七章其實是吧 它從第一個階段到第四個階段 大概都已經有講到了 第三個階段的期末要做的事情 則就成本分攤 在第七章也提到 但是第八章我們要談 另外一個期末要做的事情就是 資產減損 好 那減損既然叫做資產減損 換言之有減損才做快遞處理 沒有減損就不要做快遞處理 好 所以第一個你要先知道 是 既然叫做資產平價減損測測試 是有減損我才做快遞處理 沒有減損就不要做快遞處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減損 好 它說資產發生減損的原因其實有很多 那 因為我說了 基本上呢 賬面 我的折就 貼用 折就費用會影響我的賬面價值的計算 那賬面價值跟我的事項其實是兩回事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去做資產減損的原因 就在於說 因為我們的賬面價值不能代表這個資產的真正價值 好 那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它的減損呢 其實我們看一下是在354頁 好 它說呢 會計呢 基於穩健的考量 對於存貨評價是採取成本與靜電線價值熟低的觀念 好 所以存貨是靜電線價值 我說這個呢 就要提到這個 前上個 這個禮拜 有個同學呢 他就要考快研所 而且就問了一個 就跟我說 本來要跟我說 每個禮拜覆定的時間 我說 可能比較 現在比較困難一點 我說 先用沒有的方式 而且那天呢 他就沒有了十幾個問題 那十幾個問題裡面 大概有 將近十個問題的觀念 這個觀念我就很重要 好 那規定就是這樣嘛 那其中有個問題 我們特別要講的是 萬一你看看一百年之前 因為他提的問題是 他是古時的 那古時班呢 給他的 或者是他看到古時班給的資料裡面 有一些的那個題目 看得很 很納悶 好 另外其中問到一個 我們重過現在的評價方式 不是成本與靜電線價值熟低嗎 怎麼還有重置成本 變靜電線價值減低的 這些都是什麼東西 好 那我就看一下 他的考題 他那個考題的出處是 58年的慶望課考的題目 28年 好 因為我們的 存貨第十一號公報 在應該是一百年 或一九十九年的時候 做了修訂了 也就是說 存貨的評價方式 已經沒有像以前的 什麼 重置成本 進變現價值 進變現價值 進變現價值減 正常利潤三則取 中間值 再來跟成本抵抖 我說 那是之前 在九十九年之後 我們從 第十號公報 存貨呢 有做了修訂之後 存貨的期末提供 只有採取 進變現價值 與成本 這兩個是比較 所以這也沒有重置成本的問題了 這也沒有重置 進變現價值減到正常利潤的問題了 但是進變現價值的定義是一樣的 都是售價減掉銷售費用 在存貨理念來講 售價減掉銷售費用 就是存貨的進變現價值 所以我看到這個問題 我就想說 這是之前的 所以我說 為什麼跟之前的課門 我們上課講的完全不同呢? 因為它是去年上中快的 我說那是98年的規定 98年的考題 現在會計的處理方式 都已經有大部分的修訂了 所以這個 如果你未來再看 如果你要準備考試 然後是看一些考古題的話 請你注意看一下 如果是100年之前的資料 那它的文字的敘述方式 給的條件呢? 都我們之前看到不一樣的話 你可能就要先去想 這個很有可能的原因是 會計處理準則已經改變了 好 所以我們現在呢 存貨它的期末評價 只有進變性價值跟成本 淑低這兩個 再也沒有所謂的重施成本的問題 好 那當然存貨呢 它的如果發生減損 我們之前也有這個第七 第六章領有講到存貨的時候講到 它發生期末要做評價 評價如果發生存貨減那個疊價損失 我們講的存貨疊價損失 存貨要放在哪裡? 存貨疊價損失 如果放 如果我進變性價值低於成本 我期末 我是要做調整分路 所以調整分路是 借存貨疊價損失 但背底存貨疊價損失 這是背底法 因為你可以用直接從小法 好 那不管 但基本上這兩個方法 在會計貨疊上面 對於報表上面的影響都一樣 對於報表上面的影響都一樣 所以你才去哪個方法都可以 好 那背底法 如果假設我先講背底法 存貨疊價損失 不用講背底法 直接從小法一樣 你有存貨疊價損失 我寫下來好了 好 假設帶背底 存貨疊價損失 評價 背底法 或者如果你是直接從小法的話 直接從小法會有什麼動物? 背底法 背底存貨疊價損失 這是背底法 如果直接從小法的話 氣放一樣是 存貨疊價損失 再放會是什麼? 對 好 今天很講 既然叫做直接法 直接從小法 存貨疊價損失 就直接把重貨的價值減少就好 所以如果是直接從小法 你的再放課目就是直接 代替存貨 好 那我們現在之前也講過 存貨疊價損失 它是放在 既然叫做損失 它就是放在損益表 損益表在哪裡? 然後回憶一下 除過疊價損失 既然叫做損失 我說呢 損失利益99%都是損益表的科目 好 所以這個是損益表的科目 就千萬不要再找到 放在什麼地方? 哪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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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講了 它怎麼會放在本期損益裡面呢? 本期損益是我們算出來的啊 它當然是損益表裡面 但是會影響本期損益啊 對啊 但是放在損益表的哪一個位置? 用? 是啊 就是放在稍後上的位置 好 這個 這個在第二章就已經講了 我們第六章應該有再重複過一次 重複那一章又再講過 我們在第二章講損益表的時候 那時候已經講過了 存貨疊價損失是列為消貨成本的加項 那如果你的存貨價值回升又限時 你的存貨疊價損失在背禮法之下 你可以直接回升 當你回升的時候 回升利益也是影響你的消貨成本 好 這是我們第六章 不是有再跟大家提過 這是不是我們今天要講的 我直接看到這個地方幫大家複行一下 好 不要想看了這一章就忘了前面了 不要看了第八章 第六章就忘了 好不好 那我們說呢 固定資產呢 其實在公營價值系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 其實很難特幻決定 所以之前呢 我們其實已經有形容給國際會計準的委員會 講說我們資產呢 暫時不做平價的快遞處理 那不過呢 今年開始呢 就已經有這些事情出來了 我們的固定資產 尤其是持不動產 要有平價的快遞處理 所以這個消息出來的時候呢 其實蠻多 有些資產比較多的公司 像傳產呢 很多因為早期就在台灣 就已經有工廠 然後就佔了很多的一個廠房的面積的話 就變成所謂的資產股 所以這些資產股呢 其實因為有這個訊息出來之後呢 當作的古教受到一些的激勵就長上來 所以因為什麼 因為如果不動產都採取公理價 採取平價的話 那其實它其實 不過它這個平價跟我們的 用公理價值評價 它其實可以做什麼 資產應該是說資產重複啦 其實它可以做的是資產重複這一塊 好 那我們說其實基本上資產的價值減損 我剛剛已經強調過 其實我們在評價裡面 只有節準可以承認 但是呢 它的那個 如果是測試的結果是增值的話 其實是不能做快速處理的 好 那但是我剛說我剛剛講到說 我們不動產 它要採取評價的時候 其實有受到激勵 那不動產它受到激勵 其實一個你會覺得有點奇怪 我們既然已經講了 只有損失才可以承認啊 那為什麼那個 我們剛剛講說不動產 那個可以做評價的時候 反而是好像受到激勵 激勵給人 是因為我們後面 就變成是你可以去做資產那個 增值的那個快遞處理 所以我們這一經驗 也會講到資產增值的問題 好 好 那所以呢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它後面呢 36號公報就有規定 個別資產潛水跟現金產生單位 現金產生單位呢 你先把這個名詞 先放在心裡頭就好了 因為我們後面再去講這些 這個定義是什麼 所以呢 它包括了 36號公報的 包括了固定資產 無形資產 還有才權宜法處理的 長期股權投資 都是什麼 都是適用36號公報的 但是其他的 它這個354月期的黑體制 初體制呢 不在36號公報規定的範圍之內 好 那減損怎麼去評估 它有很多的資訊 你就看一看就好 好 不管你的怎麼來到的 好 那我減損怎麼去 我們的會計做減損的時候 怎麼來判斷 怎麼去決定我的會計處理 第一個 我們說 我們在做的時候 一定是跟成本來做比較 成本就沒有問題嘛 我的帳面 原始成本減掉 我的累計者就得到帳面價值 就是我的所謂的帳上的所謂的成本 好 或者是我們更精準一點講法 一個叫做固定資產的帳面價值 帳面價值又跟什麼比較 跟可回收金額 我們在資產做減損的時候 我們的比較的金額 我們也不叫做靜電線價值 我們叫做帳面價值 與可回收金額 可回收金額 比較 好 應該是說 孰低法 用我們的靜電線價值跟成本 存獲的靜電線價值跟成本 孰低法 如果換成固定資產的話 或者是無形資產 或者是依權益法去做的長期股存投資的話 它的期末要做的事情就是 評價的時候是帳面價值與可回收金額 那什麼是可回收金額呢? 好 在文書派裡頭已經也提過了 可回收金額是由兩個數字來決定 而且重點你要記得它是徐高 這兩個數字哪一個比較高、比較多 就當作這個固定資產的可回收金額 好 那兩個數字呢 一個叫做靜公寓價值 什麼叫做靜公寓價值? 就是這個資產的公寓價值 減掉它的儲分成本 叫做靜公寓價值 用的靜電線價值有點像 靜電線價值就是售價、減掉、銷售、費用 叫做靜電線價值存貨 那固定資產的靜公寓價值 就是公寓價值減掉儲分成本 叫做靜公寓價值 那另外一個金額呢? 就是它的使用價值的折現值 好 它要折現 我舉例說 靜電線價值當然是現在的公寓價值減掉 然後現在如果處分所發生的處分成本 但是使用價值呢?你去想一想 假設說我有一個辦公大樓 我有這個辦公大樓 我就使用它 我就不用給人家租 所以它的使用價值是什麼? 我就省掉租金 省掉租金的費用 那這個辦公大樓可能可以用了20年 那我就省掉20年的租金 那假設每一年的租金都是兩百萬 那20年 20年之後的兩百萬值現在多少? 所以你要去折現 我要去折現 所以我的使用價值有一種解釋方式就是 淨現金流入 淨現金流入 另外一個方式 我使用這個東西怎麼會有淨現金流入? 你就是省掉淨現金流入不是真的流入 就是什麼?流入的概念 我省部數就是什麼?就是流入嘛 所以呢 這個使用價值而且要折現 所以我剛剛舉了一個例子 比如說我省掉租金的支付 那這個租金就是我的什麼? 我的使用價值的一個型態 然後你要把它折現 所以淨現金流量 好 這兩個數字選它比較高的 當作是我的可回收金呢? 來跟帳面價值做比較 如果帳面價值比較高 我就要承認什麼? 減損損失 如果是可回收金額比較高 那我不能承認未實現力量 好 因為可回收金額它也不是真正的 還不是真正的那個金額 因為它是什麼? 兩個金額卻以它比較高產生的 好 所以這是資產減損 好 那這個其實我們很快在這裡面 其實在解釋的是 講的是我們親節出賣有講過的 可回收金額的 我們看一下事業一 比較有概念 因為這邊我要把它帶過去 這是出賣 其實到這個地方就是出賣講過 好 那我減損請看事業 好 再來357月 宜安公司呢 估計它某一組的自動化 機器設備的狀況 認為有發生減損的可能 所以呢 就匯齊了相關的資料 如下成本是500萬 累計則就已經250萬 那產值先把提裂折之後 沒有產值 可回收金額是180萬 好 那剩餘年限呢 剩下三年 好 那做這個 如果繼續使用這個機器的話 那你要做什麼樣的一個 會計處理 所以它其實已經是什麼? 超年底 好 那已經告訴你是年底的話 他們也講調整前 它就表示累計則 那個累計則就是調整後的金額了 好 所以第一個 我們來看一下呢 我的帳面價值是多少 原始成本 好 不是好 繼續用這個 原始成本500萬 檢票累計則就250萬 所以它的帳面價值是250萬 好 然後它的可回收金額高分也是180萬 所以我的帳面價值高於可回收金額 所以我產生了什麼? 減損 好 所以第一個我們要做的是 會計分錄呢 我們要減損 然後把50萬 要把它降低為180萬 好 這個例子它沒有讓你去評估 怎麼去選擇你的可回收金額了 好 那是在出發裡面講過 所以說完這個 看到這個分錄 這個交易 這個資料之後 我要做X5年的12月31號的會計處理 我承認減損損失 250萬的帳面價值 我會減少為180萬的可回收金額 所以我要承認70萬的貼回收金額 好 再累計減損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呢 這也是我初漢有講過的 減損損失它是屬於什麼? 好 准利表的科目 好 放在我的一頁費用 然後呢 累計減損 放在哪裡? 放在固定資產 是我資產負擔表的科目 那跟累計則就很像 對 跟著這個相關的科目的底下 那因為它擔任在代方 所以它是跟累計則就一樣 是這個資產的減像 好 這是第一個 在X5年底我做的這個分錄 那我們來看一下X6年12月31號 假設維持到X6年這個資料 那我們年底要怎麼去做 它的折丘費用的計算 我的帳幣價值已經 因為我的資產負代表 好 我的資產負代表裡面固定資產 我有什麼? 機器設備 原始成本500萬 在X5年 X6月31號 我做的那個分錄之後 我減累計折丘 減累計減損 好 累計減損250萬 累計減損70萬 所以我的帳幣價值就180 我就把它調整為它的180萬的帳幣價值 好 就是我做了累計減損之後調整 它的帳幣價值就得可不可以多幾個了 好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